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手法据理力争 去南圣诞节的时候 在Milwaukee的一个健身房 这个职员发现这位名叫董鹏的会员 非常这个行为可疑 后来他们劝阻他 不要将咖啡带进这个更衣室的时候 才发现咖啡杯里边并没有咖啡 而是有个卸上头 后来健身房报警 警察来了 进一步在他车搜查了出来 有一家这个笔记电脑里边的话 有无数多的这个偷拍视频 后来这个董鹏被逮捕 以一千块钱的保释金 这个保释出外 本来要开庭的 但是没想到的话 他逃庭以后 另外一个县的检察官 同样的提出了15项的重罪起诉 现在董鹏就是因为他偷拍而成为通缉犯了 今天我会解读这个案件 还有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法规 在这个之前 我们首先看一下子 美国各地 这个各个城市里边相关的新法规 还有新的这个判例 美国有可能在今天会宣布 对俄国的能源进行经济记财 在上个礼拜 这个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共和党 都通过了这个resolution 这议案要求拜登总统的话 截断这个对俄国能源的购买方案 因为这个在川普的时代 美国基本上的话 就是允许石油的开发 而美国不依靠这个外国的石油 并且美国还有能源输出 不过了在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他要采取的一个绿能政策 所以的话停止了美国大部分的能源开发 包括石油开发 而导致在过去一年多 美国的能源石油都是靠俄国的进口 不过参众两院认为 这个俄国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生的战争是不义之战 所以要求对俄国进行精致记财 所以参众两院在昨天 还有前天的时候讨论 已经相应通过了意向 这个resolution最重要的话 是表达国会的意愿 要求总统这样子做 所以的话总统有可能会在今天宣布 对俄国的能源采取记财的政策 当然在过去四天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石油的 这个汽油的价钱 在加州已经涨了这个四天之内 涨了40仙 所以有可能这个经济记财之后 能源的还有石油的价格 可能会再度飙升 这部分民众要做好相应的措施了 昨天最高法院有两个重大的判决 一个的话是在选区重化 这方面的判决 每十年人口普查之后 然后他们都会进行选区重化 因为人口架构已经变化了 当然这个选区重化至关重要 因为这个尤其是一个选区 如果是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将这个共和党密集的选区 瓜分分为二 拆散了之后 那将来这个共和党的票数的话 就可能被打散 就可能会 这样民主党有获胜的机会 但是真正选区重化的话 是一般是州政府州议会来决定的 在North Carolina跟Pennsylvania 这个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 所以他们的选区计划 基本上是保护了共和党的选区 让他们票数比较之中 在几个重要的选区 但是州长是属于民主党的 所以州议会所通过的 选区重化计划 州长否决了 最后North Carolina跟Pennsylvania州 他们最后的裁决 是在州长否决之后 最后的话是当地的 当该州的最高法院 以后保证了 就是维持了民主党 所提出的选区重化计划 当然民主党的选区 这个重化的计划 就对民主党有利了 所以共和党在过去几个月 以后上诉的最高法院 要求最高法院推翻 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那理由就很简单 他说我们的州宪法 已经规定 以后选区重化 是由州议会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州议会已经决定了 但是州长反对 现在变成了 让法官来决定选区 这个的话是违反了我们州的宪法 当然的话 最高法院 他并没有讲出更大的理由 为什么拒绝受理这个案件 以后这样子的话 就维持了由州施议法机构 来决定选区的这种做法 当然这个的话 对民主党来说是一大胜利 因为毕竟的话 Pennsylvania还有North Carolina州 因为选区的重化 这个选区重化是有利于民主党的 不过最高法院的话 他说这个事情是由州来决定就好了 我们联邦政府不参与 因为毕竟这个司法机构 跟立法机构里边 他互动的工作 应该是来州来解决 以后联邦政府的话 他联邦的最高法院说 这个是让我们决定 还有时机并没有成熟 所以以这个理由 以后维持了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另外一个案件里面的话 就Bill Cosby Bill Cosby我们知道的话 在2005年的话 他被刺控性侵 当时的检察长说 OK我们证据不足 因为这个运动员 说在Bill Cosby家里边 吃了这个Bill Cosby 这位天才老爹的明星 给他的这个饮料 他以后这个神志不清 以后Bill Cosby对他性侵了 以后当然Bill Cosby 他的律师在刑事案件 指控里边 他绝对是行使他第五受证案的权利 就是保持沉默 以后所以检察官 他的起诉 还是调查的时候 他知道 不一定有这个 从Bill Cosby里边套出来 这变成的话 就是女的说Bill Cosby有下药有性侵他 但是Bill Cosby的话没有其他的证据的话 检察官很难定准 所以当时的话 检察官也知道 女方已经向Bill Cosby提出了民事输送 同样的在两个官司同时进行过程之中 如果是刑事律师说 我们因为刑事在这边 我们要保证客人的权利 要刑事第五受证案 这种情况之下 民事官司也很难进展下去 因为在民事官司里边要入口供 deposition 在deposition里边 如果是律师都是说 他要take the faith 他要take the faith 他要保持沉默 他要保持沉默 这种情况之下 民事官司也没办法进行 所以当时的检察长他说 好了我们决定不起诉你刑事案件 这样子的话 民事官司可以继续进行 在民事官司里边 Bill Cosby在入口供的时候 他有表示 也承认过 他邀请过给他 当时到他家里边 对女方来说 他说当时女方的话很紧张 我给了他一杯水 以后并且的话 我们我经常的话 很紧张的时候 我会给朋友给我自己吃几个药片 他有承认给给过药 然后当然 后来这个女方在民事官司里边的话 得到了巨儿的赔偿 在赔偿之后 当然metoo movement开始了 这个女权运动推动之下的话 新上任的检察长说 你看看的话 我现在有新的证据 他在民事官司里边的话 已经承认他给药给了女的受害人 是以这个理由的话 再度起诉 Bill Cosby性侵这位女运动员 答应这个案件 他被定罪 定罪之后 他的律师上诉 在过程之中 上诉过程之中 Bill Cosby在牢里边度过了三年 后来的话 Pansylvania的最高法院说 你检察官 检察长已经是答应不起诉 并且已经发了新闻稿 你现在的话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Bill Cosby才放弃 他的第五搜证案的沉默权利 才进行入口供 所以你检察官讲出的话 应该算的话 虽然两个检察长 一个已经下台了 另外一个是新的 但是的话 检察官办公室 是一个执法的职位 应该原初必须要有执行的 有这个承诺 所以以这个理由的话 推翻了这个有罪的判决 当然检察官不符 打到了最高法院去 他说这个 我们是有新的证据证实 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有新的证据 所以我们才提出重新的起诉 以后当时检察官 所的承诺的话 并不算 但是最高法院的话 他没有受理 这个Bill Cosby 这个检察官的上诉案子 就维持了Bill Cosby无罪的判决 所以这个案子对Bill Cosby来说 这个现在已经是84岁了 没想到的话 他为了以前的案件 以前的不当行为 现在的话还是不断要打官司 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是Gislin Maxwell的案件 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大家以前也报道过 因为Jeffrey Epstein 他是安排名人 到小岛里面去性交代 他的正乡名流 而这位Gislin 他是Jeffrey Epstein的助手 Jeffrey Epstein 面临在纽约 在弗洛伊达 他已经是被起诉 但是他轻判 后来他到纽约州的时候 再度起诉他 在牢里边的话 他自杀了 当然 总是要有人为他的 违法行为负责任 所以陪审团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对Maxwell的话 六项指控 裁定五项是有罪的 就是协助走私人口 还有协助卖淫罪 所以一大堆的罪名 他现在还没有判 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被判有罪 但是没想到的话 今天新闻出来了 他的律师向法院提出听证 他说第50号的证人 在选陪审团的时候 他骗了我们法院 因为在陪审员 之前的话 潜在的陪审员都会有个问卷 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曾否是一个犯罪案件的受害人 这个第50号的证人 对陪审员 他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 不试过 没有牵涉到任何犯罪 或者是 自己是受害人的案件 当然 在陪审员 在争辩闭门研判的时候 这位第50号的陪审员 不断的说 以前我在小的时候 被心虐待过 所以我知道受害人的感受 那时候大家的跌破眼镜 你不是说 大家都是说 双方的话 大家连陪审团里面都说 我们都是没有牵涉到任何 这类刑事案件的 但是后来这个案子 判罚有罪之后 他也接受媒体 这个50号的陪审员 他说 我总是要有人为这种 令人发指的案子 要负责任 所以 Maxwell的律师 以这个理由 你说陪审团 我们在 在这个盘问 在过滤陪审员的时候 你应该如是成熟 然后你这个陪审员 没有诚实的回答问题 骗了法院 骗了辩方律师 所以要求法官的话 将这个案子重审 所以我们看看的话 最后法官会怎么判决了 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这个也在开审的 就是这个米其根的州长 州长的话叫做 Grington Whitmore Grington Whitmore的话 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民主党自由派的州长 他这个上台的时候 在疫情期间 他颁布了一下一系列 像加州州长一样的比较自由派的措施 包括的话全州的Emergency Order 就是紧急状态 要求所有人都要戴口罩 所有人都要打疫苗 当然的话引起保守派的民众的不满 后来的话 在去年的时候 他自己也承认 也宣布的话 他被一些白人至上的 这些保守团体绑架 并且的话这些人有可能会杀害他 以后这个案件的话 这个礼拜也开审了 所以的话 他们这个六名人士被逮捕的时候 四名已经是认罪 还有另外两名已经认罪 还有四名的话 不愿意认罪 当然他们辩护理由里面 是这个两个 第一个是政府设陷阱 这个叫intrapment 说我们本来只是 很弃州长这样的做法 但是没想到的话 这是联邦的探员 卧底县民 故意引诱我们 说要成立一个3% 我们以前也讲过 这个3%是30%的 这种是极端分子的职团 他们的话是FBI的卧底 县民的话召集了 以后引诱我们进来 他说是他们主动提供 我们要绑架州长 我们要以半国罪来审判他 来取决他 所以的话这种的话 是FBI卧底探员里面的话 他自己提议的 我们这些人只是臭热闹而已 这是intrapment 但是intrapment的话 他往往在defense的话 就是说我原来没有这意图 是你这些政府的卧底县民引诱我 而导致我有这个意图 但是的话同样的 这个检察官说我们预先 我们没有这个意图 但是你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disposition 之前已经有这个预谋了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方便而已 当然另外一个很大的理由的话 对检察官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为什么市民被告不愿意认罪的话 就发现这些县民FBI的人 自信有很多污点 第一位是这个FBI的探员 他自己因为家暴罪名 以后打老婆了 这个案件被判有罪 以后FBI开除了 第二位探员 他自己是在FBI里面工作 但是在外面 他也开一家私家侦探的调查社 这个有利益冲突 因为他可能会利用工作的方便 来帮助他的私人生意 第三个案件 另外一位FBI的探员 他在不同的案件里面 被裁定 他有作为证的问题 一个案件 往往辩护律师 所采用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message you kill the messenger 也就是说 在刑事辩护的话 你可能这个证据对你不利 但是你最重要的话 辩护律师是针对财政人的可靠性 在这个案件里面 这四名被告 他的律师 之中在 你看看的话 这个探员里面 自信就有问题 不可取信 因为家暴罪被开除了 因为这个自己的话 在外面做生意 还有的话 在别的案件 已经是有作为证的 这种嫌疑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是检察官的话 他不一定会将这三个证人 这个传辅为证人 这种情形之下 没有这些卧底的证据里面的话 对检察官是非常不利的 不过的话 这个案件的话 现在已经进入 这个审理的程序 将来有结果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报告的 在昨天旧金山 又一起众议大的判决 这一名叫做Terence Strangle的 这个白人警察 他在2019年 他跟另外一个警察 收到求救电话 在鱼人码头里面的话 有人打电话说 有一名黑人男子在攻击 所以说在打人 所以说这个警察赶紧 赶紧到了鱼人码头 在码头的时候 说的话 这个当时 这一名叫Dakari的 Dakari的黑人男子 在跟他的女朋友 在鱼人码头里面逛街 没想到警察一见到他 就命令他举起手来 以后连朝墙壁 以后要去派他的心帖 但是这个Dakari的他说 什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但是警察叫他不要讲话 就是听我们的命令 所以的话Dakari并不理会 那时候Terence的话 这个白人警察 一把将他反手 要上手铐 将他按倒在地上 按到地上的时候 他还拿警棍不断来打他 在地上的时候 他还一共被打了九次 其中倒在地上的时候 警察还继续打他 打了七下 当然这个案件里面 就是警察用武过度 当然这个案件 他后来告了市政府 以后旧金山的市政府赔了他70万 同时的话 这个检察长 因为旧金山的检察长 他是个 可以说是直左派的检察长 他认为这个制度 是重用了政府警察的暴力行为 所以他上台之后的话 这个旧金山的检察长的话 就决定起诉这位警察 但是在昨天的判决里边的话 很明显旧金山的陪审员 已经是对旧金山的治安恶化 已经是非常不满 他们也是对这个警察的支持 他们裁定的话 警察用武过度的罪名并不成立 以后判这个警察无罪 之后当然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现在旧金山的民众 要开始罢免旧金山的检察长 再加上在学区委员三名 已经是被罢免的 可以看得出连陪审团 这个案子可能看起来的话 非常不可思议的 因为警察动武以后 没有必要用警棍来敲打 就是因为有可能他是黑人 以这个理由的话 但是陪审团还是判警察无罪 所以对警察工会来说 这个是很大的消息 就证实的话 现在民意在转向 以后大家还是希望 要把这个治安要好 要现在已经开始 在撑警察的腰了 所以这个 另外的话 在罗汉基 有两名人士 因为牵涉到仇恨犯罪 而被判了一年到五年劳刑的 这个案子的话 是在发生在2020年的时候 在10月份光好土耳其跟阿拉伯尔 这两个国家发生了边界的冲突 所以有一群9名阿米尼亚人 以后冲到了Beverly Hill 一个名叫做Cafe Istanbul 这家餐馆里面去 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得出 这9名人士进了土耳其的餐馆 就开始打砸抢 以后砸坏了 收人机 以后将店里面全都砸坏了 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因为在这个警察来了 将他们其中两名人士逮捕 以后这两名人士的话 是阿米尼亚人 以后从他的手机 以后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有预谋的 他在过程之中 以后有不断的发短讯 他说要杀死这个土耳其人 所以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就是因为种族的仇恨 而引发出来的犯罪行为 就会联邦检察官起诉了 这几名人士 所以针对这种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俄国跟乌克兰发生了冲突 也有可能会很快的 在美国引发出 一系列其他的仇恨犯罪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检察官的话 他已经表示 在美国法律上面的话 是不容忍因为针对民众的宗教 国旨性别性取向 而采用的这种犯罪行为 当然的话 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些 比较联邦案子 针对仇恨亚太义的 这类案子 有的话我也会跟大家介绍的 最后一个案件就讲回来 Milwaukee这一位叫做 这个董鹏的华裔男子 根据警察的调查的报告里边 他说在圣诞节的时候 当这个健身房 这个有发现的话 这可疑的 带咖啡杯进去 员工的话就是说 我们健身房更衣室 是不应该带饮料进去的 没想到的话 这个咖啡杯并不是咖啡 而是一个偷拍的镜头 后来他们打电话 叫了警察 警察来的时候 稍查了董鹏的车 发现在里边有个笔记电脑 还有一系列的偷拍设备 在警察打开了里边的所有资料 他发现的话 董鹏在2019年开始 分门别类 按照时间地点日期 以后有523名的受害人的 所有的偷拍视频 全都在电脑里面去 并且的话 这个是三个不同地区的健身房 它是都用的 Wisconsin Athletic Hub 就像的话 罗涵吉地区的话 这个24hour 还有这种的话 是在当地连锁的健身房 在视频里边 一共有11名是男生 是未成年的小男生 更衣的时候排录下来的 所以很多人很奇怪 为什么偷拍是偷拍男生呢 在过去我们20多年的形式辩护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这种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精神 可以说是有点变态的 这种案件 这种案件的话 往往他们有一种概念 他们不是说 他们是不分性别 但往往的话 就是用偷拍来 来偷拍来取得自己的一个快感 所以他们不会理会是男生女生 往往他们这种的话 这种叫compulsive sex behavior 它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所以拍了下来之后 他现在光开始拍 是在一个county了 所以他当时警察逮捕的时候 他给了他这个保释 1000块钱 他保了出来 本来的话 2月中要开庭的 他没有开庭 但是警察再进一步查 在另外一个county 也发现了新的案件 也发现了这个视频 内地的检察官的话 也是起诉了 当然他523名的受害人里边 很多人都不知道 并且的话 他们这些都是有三个不同样的county 不同样的county都可以提出起诉 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案件的话 就是说好像盗用信用卡的 他有可能在罗汉基盗用了起诉 没想到的起诉过程之中 案子解决了 同样的一个 在同一天 他到了South Coal Plaza 这个Orange County那边去 同样的使用假卡 以后那边的警察也发现了 以后那邓律师 你不是说在美国里边 没有办法双度起诉吗 这个double jeopardy 就是说同一个事情 在LA这边已经是被判无罪 你不能够再度起诉以后 但是的话 另外一种行为 虽然是同一次同一天发生的 但是你是在不同样的county 不同样的county的话 当地的检察官可以提出起诉 在这个案件里边 他刚开始 他是一个county起诉了 以后他保了出来 后来他逃停不见了 以后在前天 以后Milwaukee的发现的话 在另外在Milwaukee的健行房里边 他也有一种投拍行为 以后以这个理由 他起诉了15项重罪 在美国 在加州 还有各地的话 对过人允许是非常非常注重的 不像台湾 香港 有很多这偷拍的话 都放上里面去 在加州的话 就是说你要录像 你必须要有个警告 我们好像你到了一个餐馆里边去 或者是健行房里边去 他一定会有一个告示 我们现在录像之中 以后的话 你可以不进来 以后你不同意的话 但是录像必须要公开的 但是有 不管是在 好像美国很多高仔队 他会说是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我只要在公众场合里边去拍明星 我不会受到这个限制 但是的话 你不能够闯到别人家里边去 以后偷拍别人 这种是违法的 偷拍的行为 他基本上的话 他有一个 任何一个拍摄的地方 是有一个exploitation of privacy 也是说有期待 有个隐私的期待的 那你就不能够偷拍 意思就是说 好像群下风光 你不可能的话 这个有任何人会同意 你来拍别人的群下风光 所以这一类的话 往往就是 在加州有一个法规叫六四七 六四七的话就是侵犯陨私的 可以是轻罪 但是如果是偷拍了 在厕所里边安装 或者是在一些陨私的地方里边 安装镜头 更衣服这种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是重罪 在Milwaukee这类是属于重罪 可以判两年的劳刑 所以提醒大家 有这种怪爱好的人士的话 要尽快来向心理医生 进行咨询改变这种做法 否则的话法律上面 尤其是像这类案子 如果是到牢里边去 在牢里边这些真正犯罪的人 杀人犯火犯 往往会修理这类人 以后将他们打的 来欺负这类 有这种怪病的性贵 变态的这种行为 所以还提醒大家 如果自己的亲友 有这种爱好的话 叫他们赶紧去看心理医生 好的 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 来吧 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